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你的尺 大概是2cm或者1.5cm都OK 你点了8个点过后 就成为我们待会儿画人物的比例 那么第一个点 OK 我们和第二个点结合 成为这个厨师的脸 可以大概画一个椭圆形 过后第二和第三的点 之间我们分一半 OK 老师没有用尺 老师用这个笔 所以我们又画得很直 没关系 因为是Laka OK 这个上半身我们就画这个景象 然后下面这个我们就拿来成为是这个肩膀 那么肩膀呢我们就必须斜一点点它的线 OK 然后你就拿好头的这个距离 OK 头的这个扩度 拿来当成是这个肩膀的扩度 OK 就是一个头的扩度 好 接着这个是胸部 好 胸部这里 旁边一定会有一个腋下嘛 我们的腋窝 所以男生我们就直接对着肩膀的那个点 我们在下面画一个腋窝的那个点 接着这个是他的腰 腰部 好 男生的腰部直直就好了 如果女生我们就要斜一点 这个是他的肚脐 肚脐部分我们就点 然后我们假装他是已经塞衣服 塞在这个肚脐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画出是装的那个连起来 OK 看到吗 大概的轮廓 接着我们就画他的围裙 长度你制定 这个是下面 OK 所以这里是大腿的部分 大概遮过大腿部分 给我们先大概先描一下 OK 接着我们就尝试 把他接起来 可以把他接成是一个整体的形状 衣着的 然后我们开始画 他的厨师装有一个领子 但是厨师记得他一定要有一个围巾 所以就画一个围巾 在那里 OK 厨师他需要穿围巾 如果焊掉下来的话是先掉在这个围巾上 OK 好 我们涂一点点颜色 感觉像围巾 好 接着我们完整这个厨师装 厨师装呢 可以的话呢 注意你们稍微偏一点 然后是画双扭扣设计 双扭扣计 我们直接拿回刚才的点就可以了 把它加深 双扭扣设计 方便的如果一个不小心打开了 还有另外一个在保护 而且扭扣一定要在前面 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直接开就可以脱掉了 OK 或者是可以开扭比较容易 好 画好扭过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完成这个 它的袖子 先把它叶窝弄深一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放它的长度 给袖子呢 长袖为佳 然后呢 尽可以的话 注意 袖子是要到这个下半部这里 OK 人的手呢 是跟下半部的长度差不多一样的 好 接着画手 手有一点难画 所以我们大概是先把它的轮廓画起来 这小拇指 然后呢 画一个长方形 再从这个长方形这里 慢慢修成斜角度 完成他的手 OK 大概 老师也不专业 OK 我再示范一次 先画一只小手指 一个四方形 长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从这个长的画手指 一 二 三 四 大概是这样子跟它轮廓画起来 OK 老师用的是电子 电子笔来画 所以没有很专业 你们自己画的时候修一修 OK 手指 然后大概 考试的时候 考官没有这么严格要求 一定要很像 OK 但是至少你可以画出一个轮廓来 好 另外一边我们也试着完成它 哇 老师很难控制这个笔 OK 好像不够长 再加长一点 OK 那么我们就要拿 老师插一下 OK 等我啊 OK 这个电子交叉 老师不大会用 OK 老师插一插 OK 等等等等 老师想办法 OK 好 你们可以打块这个video OK 没关系 OK 就这样插 OK OK 终于学会了一个技能 OK 那么这个也修一修吧 OK 把多余那些刚才的草稿先插了 就会比较像那个手啦 OK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拿回铅笔 OK 我们继续画厨师妆 OK 我们补上刚才的长度 一样画上它的双手 它的手 一样用刚才的步骤 OK 大概描它的那个小手指 OK 待会再修 OK 大概是手是那个部分了 接着我们画长裤 OK 最后一个点 其实是代表它的膝盖 OK 然后你就要自己 估计它的长 它的高度啦 OK 总之呢 刚才的第八点 最后一个点呢 是它的那个膝盖部分 OK 你画好它的裤子过后 我们就画它的鞋子 OK 右脚我们向右边 前脚我们就向前面 OK 大概是这样子 站 好吗 然后可以把它涂黑 OK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没关系 大概有它的轮廓 然后把它涂黑 OK 因为厨师都是穿黑皮鞋的 OK 来保护它的双脚 OK 不能穿拖鞋 OK 我们把它涂黑 如果穿拖鞋 刀子掉落的话 它会插上脚 而且呢 如果拖鞋画纹不好 会滑倒 OK 大概画好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再看一下 补上它的这个 Aprine的颜色为佳 因为呢 Aprine呢 就是围裙呢 尽可以厨师是穿绅色的 OK 绅色的围裙可以帮助 让那个肮脏看得不太明显 OK 好 老师 如果你们考试的时候 请记得要带这个颜色笔 可以帮它踩一踩 哇 老师 这个电子笔要踩 要踩到多久呢 OK 我大概一下 老师 打快哦 好像不够长 老师加长 OK 老师再加快速度 OK 老师的长度拉到大概是膝盖 就是最后一点那边 OK 第八点的那边我们加长它 OK 这样子比较对称一点 它的围裙是维大 它的膝盖部分 OK 加深一点 OK 你们考试的时候彩漂亮一点 老师用电子笔 OK 不太掌握 好 完成围裙了 我们开始画眼睛 眼睛是在 这个椭圆形的中间部分 记得是中间部分 你自己看你的脸 可以画完眼睛 我们就画这个眉毛 画了眉毛 它的那个水平线在眼睛旁边 画上耳朵 哎呦 老师不太会控制这个笔 可以到时你们画准确一点 OK 好 耳朵有了 眼睛有了 那就鼻子跟嘴巴 OK 给它微笑 接着我们就要画帽子 最重要的帽子 厨师一定要穿帽子 所以我们把它画高一点 因为高度决定它的职位 跟它的经验 OK 然后我们呢 就加上一点它的头发 OK 是不是比较像了一点厨师 那么加一点点深度 OK 就可以遮掉刚才那一点 而且有点皱褶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我们加一点点它的头发 在它旁边Simon 好 我们过后再加深它 已经确定了不要再修改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加深 让你的整体的画呢 看起来比较清楚 OK 所以我们在Lakar的时候 是用细细的感觉 当你确定了你就可以加深它 OK 当然你可以加上你的颜色啦 OK 所以我们加深它 OK 它的样子 OK 它的样子 就会更清楚更像了 OK 考试的时候 不需要很专业 但是要有那个轮廓在 然后它的比例拿捏好 看它的格子来做画 OK 你自己拿捏那八点 要在格子中间 OK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厨师了 OK 把它的手也把它填黑一点 好 厨师的 厨师装的大概的设计是这样 OK 你要明白它基本概念 我相信你们画的比老师的更好 OK 更专业更漂亮 多练习啦 俗能生巧 OK 当你完成这个Lakar呢 其实只是 就是 完成Lakar只是大概轮廓而已 可是通常题目会要求你Label 那么要Label 我先插掉这一个 Label的意思就是标记 这个你的设计 好 标记是这样 我们看我们有的设计 厨师装第一个设计点 一定是要有 OK 这个我们就来Label它 Torby Chef 就是厨师帽子 老师写的不清楚 来 加深它 Chef Torby OK 然后我们搁起来 这个就是叫Label了 接着呢 就是我们左右来Label 刚才左边了 这边就右边 我们写Scarf Leher OK 接着我们再标签在左边 我们这样子上下来标签 看得比较均匀 看得比较均匀 我们写Baju Chef OK 还没完 还没完 我们再看 Yes 这个黑黑的布 Eprone 围裙的意思 也记得当你在设计的时候 不可以少掉任何一点 哦 这个我补上一下 OK 好 我们接着再标记 还有就是这里 OK 这个是 Sla Banjang 长库的意思 OK 记得 OK 画的时候一定要画到 最后是 黑黑这个是 Gasut Gaslamatan OK Good 把它标起来 So 你就完成Laka和Label 可是有时候考试会要你 Terangkan Terangkan Justificacy 也就是解释你的设计 为什么你在设计厨师中 要带这个topic chef呢 你就解释咯 你写 OK 我们写 MENBUNYAI LUBANG DI BHAGIAN ATAS TOPI OK 就是上面有洞哦 然后UNTO 解释它 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 厨师帽子有洞哦 在上面让空气可以流通 头发不会很快掉落 OK SCARFLEHEAD的解释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我们写解释 DIPEWAT 就是被制造 DARIPADER FABRIK CAPAS CAPAS 我们用棉部来制 UNTO MENYERAP BELO 来容易吸汗 看到吗 你也可以写 为什么要带呢 ELA MENITIS 就是掉落那个汗 GEDALAP MAKANAN OK 这样子就是解释了 可以吗 清楚吗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解释来 解释你的设计 OK 记得 OK 我们继续这个BADERCHEF 为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个BADERCHEF呢 OK 我们写着一个 REKAAN BUTANG DI BAHHAGIAN DEPAN AGAR SENANG DIPUKA GIGA BLAGU GIMA LANGAN OK 就是发生意外的时候 你有扣在前面 比较容易打开 好 我一群怎样解释 OK 想不到的话 你就是写它的材料 OK 它的材料 所以我们就写DEPERBUT DARIBATER FABRIK 什么呢 kapas 对面部 或者是你可以写颜色 berwarna hitam agar tidak kelihatan kotor 就是不容易看起来 ok seluang ok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写 dibebuat daripada fabrik kapas unto 一样的原理 maniera pelot ok 容易吗 最后一个 鞋子 鞋子我们就写 tapak ke ta ok 就是 塑胶的底 agar tidak muda 不容易 tergelincher 滑倒 ok 大概就是这样了 学起来 试试看话 掌握起来 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回答 加油 同学们 你学会了吗 老师希望你加油 OK 熟能生巧 好 请你可以继续subscribe 或者是点击这个小铃铛 以便老师上载新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及时的收到 老师很希望你们继续的跟着老师上SRT 华文版的哦 来 我们一起加油 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